我们用珠子可以排成许多几何图形 例如用十个珠子可以排成正三角形 九个珠子可以排成正方形 我们将排成正多边形所需珠子的数目 称为多边形数 例如一、三、六、十、十五、二十一 等皆为三角形数 一、四、九、十六、二五等皆为正方形数 这些多边形数会形成一个数列 而计算多边形数的每一项的方法 就是扩充某两个相连的边 然后将中间的空白处补上 我们可以观察相连两项的关系或规律去推下一项 下列哪一个数同时是三角形数又是正方形数呢? A. 1 B. 21 C. 25 D. 28 E. 36 正确答案为A. 17 C. 25 C. 26 C. 26 E. 27 E. 35 C. 26 E. 26 E. 36 E. 27 E. 20 C. 26 E. 27 E. 27 E. 28 E. 25 E. % 有些数列,例如三角形数 常常都会隐藏着一些规律 对于有规律的数列 除了用一般项表示外 还可以从相邻象的关系来描述该数列 以三角形数为例 第一项A1等于B 第二项A2等于A1加2 第三项A3等于A2加3 第四项A4等于A3加4 依此类推 可推之第N项AN等于AN-1加N 我们可以知道 用这个数学是 因为知道A1就可以知道A2 知道A2就可以知道A3 依此类推 在这个数学式里头 A1等于1是一开始给定的项 我们称为初始条件 而AN等于AN-1加N N大于等于2 我们称为地回关系 像这样描述数列相邻项 或相邻几项之间关系的式子 我们称为该数列的地回关系式 具有地回关系式的数列 称为地回数列 给定一个数列的地回关系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数列的每一项 如图 设正方形数所构成的数列为AN 第一题 求A5、A6的值 第二题 写出数列AN的地回关系式 第二题 答案为第一题 25、36 第二题 A1等于1 AN等于AN-1加2N-1 N大于等于2 前一单元提到过 若一个数列AN每项零两项 后项减去前项所得的差为定值D 我们就称为等差数列 在等差数列中 一开始有首项A1等于A 接下来 后项皆可由前项加上一定值D公差而得 也就是说 等差数列的地回关系式 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由地回关系式 可以导出等差数列的一般项 以此可列出如下列式 将上面所有等式相加并对销 得到AN等于A 加括号N-1乘以D 由于我们所使用的运算是相加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法称为 累加法 一般而言 求数列的一般项公式 通常是由观察规律开始的 我们现在来做以下 有关运用累加法求一般项的例子 如图 以之三角形数所乘数列为AN 且地回关系式为A1等于1 AN等于AN-1加N N大于等于2 求一般项AN 答案为 AN等于N乘以括号N加1 由这个地回关系式 以此可列出如下等式 利用累加法将上面所有等式相加并对销 最后我们得到AN等于2 二分之N乘以括号N加1 前一单元也提到过 若一个数列AN 每项零两项 后项处以前项所得的比值为定值R R不等于0 就称为等比数列 在等比数列中 一开始由首项A1等于A A不等于0 接下来 后项皆可由前项乘上一定值R 公比R不等于0 而得 也就是说 等比数列的地回关系式 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我们由地回关系式 可以导出等比数列的一般项 以此可列出如下等式 将上面所有等式相乘并对销 得到AN等于A乘以R的N-1次方 由于我们所使用的运算是相乘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法称为累成法 我们现在来做以下 有关运用累成法求一般项的例子 取一个白色正三角形 将其等分成四个相同的小正三角形 然后将中间的三角形涂成黑色 接着再将剩下的三个白色小正三角形 分别等分成四个相同的更小正三角形 并将中间更小的正三角形涂成黑色 重复这样的步骤如图所示 以此规律可画出第五图第六图 设AN为DN图中白色三角形的总数 第一题写出数列AN的地回关系式 第二题求AN 答案为 第一题A1等于1 AN等于3乘以AN-1 N大于等于2 第二题AN等于3的N-1次方 由第一图得知A1等于1 由图可知 每经过一个步骤 每个白色三角形都可以分割出 三个更小的白色三角形 因此AN是一个公比为3的等比数列 所以AN等于3乘以AN-1 由这个地回关系式得知 数列AN为首项1公比3的等比数列 所以数列AN的一般项AN为3的N-1次方 描述数列相邻项或相邻几项之间关系的式子 称为该数列的地回关系式 里头包含了初始条件及地回关系 等差数列地回关系式为 A1等于A AN等于AN-1加DN大于等于2 等比数列地回关系式为 A1等于A AN等于R乘以AN-1 N大于等于2 废式数列地回关系式为 F1等于F2等于1 FN等于FN-1加FN-2 N大于等于3 请问第11项为何? 答案为 第11项是89 各位同学 学完这个单元是否对地回关系式 有更多的了解呢? 别忘了要反复地思考及复习哦! 下个单元是数学归纳法 和我们这个单元息息相关 请大家拭目以待吧!